您最想关心的话题 ING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ING 位于台湾中部台中的光学聚落 每年出产近两亿颗光学镜头 供手机游戏机 乘用镜头和新科技产品等使用 这个聚落当初是如何形成 已经整合发展 另外台湾的光学产业 到底有哪些核心竞争力呢 如何面对来自对岸全球各地厂商的竞争 还有未来发展有哪些观察重点 我们访问财俊双周刊总编辑梁宝华深入探讨 非常欢迎梁总编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总编您好 总编位于台湾中部台中的光学聚落 一开始您可以先跟TUMP介绍一下 当初这个聚落是怎么样形成的呢 其实台湾之前所有的工业发展 基本上很清楚 那个时候国民政府来台之后呢 就是所谓跟着有七天 然后跟着有七天 所有原来的地主领导的一些钱 他就开始辅导他们进入工业 那很多时候一开始是做很多家庭手工业 但是慢慢的开始 因为台湾的一些劳动力比较便宜 所以吸引了一些德国啦 一些那个日本的一些企业来台湾设厂 那个时候其实台中这个光学聚落形成最核心的原因呢 基本上有三家厂 我们一定要特别知道一下 这三家呢 第一家就早在70年代的时候 那个日本的家门 德国博士 他旗下在台湾设的一个保胜光学 还有日本的Pentex 这三家光学镜头跟相机制造厂商 他们等于是在进驻了台中加工出口区去设厂 那在他们这样的 就比较所谓的先进的一些技术的一个要求下面 他的很多员工开始慢慢的 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开始自己出去创业 然后就慢慢的形成了这个台中的一个聚落 是 这个技术导入的话 应该也是当时在台湾也有不错的条件 比如说我们当时候的劳力成本 或者我们技术也是有一定的水准 是没有错 其实他们为什么会选那个地方呢 那个嘉林的董事长叫刘嘉斌 他说包括家门也好 包括博士也好 他们都派人到台中去检测过台中的水 然后他们评鉴的报告说台中水质减度适中 最适合清洗光学镜片 然后这才造就让他们去选择以台中为基地 开始做台中的一个光学的一个发展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里面非常多员工 其实我们看大力光的创办人 林耀英跟谢文成 基本上就是在保胜光学待过 他的另外一个创办人叫陈世青 他不但带过保胜光学 也带过台湾家人 雅光 他的总经理林太郎 也是保胜光学的员工 我刚刚说的嘉林董事长 李源泉 刘嘉斌 这些 跟金国光的董事长 陈庆齐他都是台湾家人的员工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些人基本上都跟这三家公司有点关联 也都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他在这边学到了一些本事 学到了一些功夫 学到了一些经营之道 然后开始以台中作为基地 开始慢慢的开始去做一些发展 那其实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 他也在扶植这几家厂 他也在扶植他自己的 所谓的中下游的一些厂 像比如说 那个军邁的董事长叫李源松 他是那个青年高中机工科毕业 他本来是做工具机 可是他有一个朋友在保胜光学 他就说台湾的制造镜头 需要很多光学设备 但是呢 到时候这些设备都回过头来 要回去日本买 不但贵而且不方便 然后常常设备有问题 你还要从日本找祭司来这边修 费用非常花费 时间也花费 所以他就为什么 你如果会工具机的话 你就尝试着去研发那个 所谓的镜片的研磨机 结果呢 他就开始去做了这个 他现在做得非常好 而且他所有的客户都是这些大厂 所以就等于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 他们也在培植台湾的这些服务厂商 也在培植他的所谓的一些中下游的服务 服务的一些工厂 那也就慢慢形成了一个蛮大的一个聚落 那我们现在在这个聚落里面呢 其实他真的就是 就是以台中这个区域为主 北到外埔 南到大理 西到吴七 还有东到潭子 这一整块区域 几乎都是台湾的光学最核心的区块 这里面呢 一共有9家上市公司 它的产值真的 我们现在去算它的市值 其实早就超过9000亿 因为这两天股票涨得又比较多 其实大概9100亿都有 是 所以这个逐渐的发展 台湾从早期的家庭弹工 然后一些日本跟德国厂商来台湾设厂 待进的一些技术 整合发展逐渐形成 聚落也让这个产业链能够垂直的加速整合 继续请教总编 其实在上个世纪末呢 台湾开始有些厂商 西进到中国大陆去设厂 这时候对这个聚落的业者 有一些西进去布局的情况 或者是有哪些一些影响呢 其实这个又是很有意思 那原则上应该都是日本厂 想要去中国大陆设厂 所以他们去找台湾厂商一起去 也就是说他们看到台湾跟中国同文同种 可以降低投资风险 所以那个雅光的董事长就说 那个时候嘉能跟Nikon 他们有20几家的日本企业 还特别拜托雅光跟他们一起去大陆设厂 同时台湾那个过程里面 我们的那个一些土地成本 包括我们的一些 那个员工薪资的成本 都越来越高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为了所谓降低这些生产成本 所以他们也有一些往大陆移动的 那不过 这里有一个情况 也就是说现在去大陆的未必好 其实你看那个 其实有台湾的这些企业 在大陆其实现在也面临到蛮多的一些困难 那回过头来 你现在在台湾的这个区块 他们现在面对中国大陆的竞争 其实他们还是非常非常有竞争力 他们有当然绝对是有一些独特的技术 也根本不怕中国大陆那边 现在企业的发展情况 我觉得这个很多台湾的制造业 或者是所谓的中间的一些代工的部分 那平的就是他们的拼搏的精神 他们的那个特别在技术上面 我们先前也做过一封面故事 就是以大力光为主 大力光其实也很清楚 它在塑胶镜头上面 它全世界真的是无人能出其用 它的技术始终领先别人 大概最起码一两年以上 别人在做300万像素的时候 它已经做到500万 别人追到500万的时候 它已经有800万 别人做到800万 它早就1000了 所以它一点都不怕别人竞争 那我们现在在接下来 另外一个新的发展就是 接下去电动车 我们都可以看得到电动车 它现在电动车有非常多的那个 接下去所有电动车行驶 它有很多的安全配备的 一些基本规格要求 那所谓的安全配备 就是所谓的ADAS 也就是先进驾驶的一个 预防的一个系统 防撞 相关的自动刹车 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些 它都需要很多镜头去判断 那所有的这些镜头呢 它跟原来我们手机 智慧手机的那个 那个相机的镜头又不一样 因为自动手机你可以用塑胶镜头 那大力光是专门做塑胶镜头 可是你到了电动车之后 它都需要玻璃镜头 玻璃镜头里面 其实我们台湾的这些厂 包括哑光啦 他们其实他们的技术能力 也都很强 你看玻璃镜头 你在车子在高速行驶过程里面 你是不是要弄很多抹擦 你去看高铁 那个车厢 特别是第一节车厢 其实它常常会撞到很多小东西 那很多东西 你那个根本 如果说你的玻璃 在那个过程里面出现了很多摩擦 相关留下任何痕迹的话 你镜头的对于所谓的景象的一个判准 可能就会出现问题 再说呢 下雨 有雨滴在上面 那个雨如果没有办法把它清除掉 你的判准也会出问题 所以光这些技术台湾其实都一直在做持续的研发 而且有一定程度的一个领先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得到说 我们现在这些根本其实也不怕别人竞争 是 当老大也要有这个技术条件 一直在努力拉开这个距离 即便是后有追兵 好 我们今天是针对台湾的这光学产业的发展 聚焦台中的光学聚落 那么这几年的变迁 来探讨未来的发展前景 还有到底会有哪些竞争对手 我们如何来保守我们的核心竞争力 我们在今天访问财政双周刊的总编辑梁宝华 那么至于在相关的焦点话题 稍后我们再请教两种编来我们做进一步的解析 节目稍后回来 最敏锐的新闻嗅觉 延伸您的视野 让您听到最硬的两岸焦点 对世界经济于亚洲会产生哪些影响呢 从政经济视分析 两岸交流观察到新闻现场之籍 两岸ING有最多元的声音 多面向的观点 以及最专业的剖析 请收听每周一到周五 晚间六点到七点 由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 王丽杰 韩启贤 制作主持的两岸ING 听众朋友 现在收听中央广播电台更方便了 除了短播收音机 以及央广RTI网站 使用智慧型手机 更能够让您随时随地 随走随听 不管您的手机是iOS 还是Android系统 只要在APP Store 搜寻央广Radio 下载完成之后 点选线上及时收听 或随选收听 央广所有的节目 通通认你听 还有 除了央广Radio 你还可以下载 央广NewsAPP应用程式 一手掌握最热的新闻大事 全新收听体验 你还在等什么 喂喂喂 你还在跟短播收音机奋战呢 你不知道收听中央广播电台 有更方便的方法 没错 快加入中央广播电台QQ码 3187-30053 3187-30053 我们将有专人火速为你解答 这是中央广播电台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安局 我们今天节目中是连线访问财讯双周刊总编辑梁宝华 为我们介绍台湾的光学产业发展 从台湾中部台中光学聚落的行程 还有发展的来我们见证台湾光学产业的进程 那接着请教总编 就说这个台中光学聚落发展到今天呢 每年产出将近两亿颗的光学镜头 帮我们回顾一下 从市场的一些需求 还有一些变化 主要他们经过哪些市场的挑战呢 台中这个光学聚落 基本上真的它是一步一步发展出来的 它一开始是一些相机 它做相机镜头 就是传统的相机 那是在1970年代 然后接下去做数位相机 其实说真的 没有考虑到数位相机 真的很快被智慧手机取代 不过说很快 基本上也就是在那个智慧手机发展的那几年 那其实前后也大概 经过了大概有十几二十年左右的时间 那到了智慧手机之后 你看一个镜头 双镜头 前后又有镜头 所以那个镜头的需求数是越来越大 那我们接下去 我们可以看到智慧汽车 人工智慧 你看这方面的运用有多少 以后所有的那个AI的发展 它需要两个东西 一个是计算 一个是眼睛 那所有眼睛的部分就必须要靠镜头 来去cover这方面的东西 镜头进来影像相关的东西 它要做一个数位的运算 然后去做一个解析 然后要去做一个反应 那后面的那个逻辑就很复杂了 但不管怎么样 几乎全部都需要镜头 其实我们最近也做了一个所谓无人商店 就是所谓的智慧零售 新零售 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个Amazon Go不是已经开始了智慧零售吗 它有一个无人店 实验店吗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包括中国大陆现在有非常多 这种类似的无人店 实验店开始产生 那你要怎么做无人店 它其实最重要的第一件事 就是要认识你是谁 认识你是谁 基本上还是要镜头判断 那我们再回过头来 现在马路上有非常多的监视器 它其实它的那个全部也都需要这些镜头 那镜头上越清晰 它解析度会越好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那个难怪他们香港的资本市场 最近非常火红的 他们现在香港的资本市场流传一句话 得镜头者得天下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特别在这个镜头的运用上面 其实我们一点都不怕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真的不怕他们的一些竞争 其实整体来说 我们的光学这方面的竞争力 真的是非常强 是那么掌握未来消费趋势 就握有这个商机 不过这个技术上 刚才总编辑也跟我们提到说 刚开始是日本德国技术的这个引进 那么当然我们持续的深耕 在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是不是拥有比较大的优势 我们在这个技术上的强化 您的看法是怎么样呢 跟业者之间 他们是怎么样来看未来 这个方面的掌握 我们现在很多东西 在全世界基本上 它现在是一个很核心的一个观念 那光学如果说我们现在已经做到这么强 他们基本上也不会花太多精神才去做 只要跟你下订单 那你要打入我的 比如说车子 车子的安全性考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车子不可能 我有一家公司全部从头做到尾 所以他一定去做一些零组件的采购 那零组件的一些采购 这个叫T2-1 那你零组件本身内部的一些部分 再分包出去 那个叫T2-2 甚至到T2-3 第一阶层第二阶层第三阶层 那这些东西都需要车厂本身的一个安全认证 那你只要 你要拿到一个车厂本身的安全认证 你可能需要最起码到两到三年时间 但是你一旦拿到这些认证之后 你的订单可能可以到五到十年 最起码都保证 那我们台湾基本上很多 现在在那个所谓的车子发展的过程里面 我们现在其实 即使是所谓的那个器材有的燃料车 它的所谓的汽车电子这一块 其实有很大一部分 都已经跟台湾的一些零组件厂合作了 那特别在镜头这一块 你说包括Toyota的也好了 包括你上的也好 很多车子的镜头基本上本来就是在用台湾的 那以后的包括一些电动车 它的一些材料也都在用台湾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得到说 在这一个部分 我们台湾基本上按照自己的路 持续的去发展 它应该不会怕被别人赶上 那除非又有另外一个所谓杀手机应用 新的商品出来 我们才考虑应该要怎么做调整 不过在现在的情况下 你几乎未来所有的发展 全部的东西都需要镜头 所以对台湾的企业来说 特别在光学这个企业来说 其实他们已经占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优势 我想最后可不可以请总编帮我们总结一下 就是未来发展 我们还有哪些趋势 我们要特别来关注 我们其实不用看光学 光学是后面的运用 所以我们要去看前端的那个 我们在一般生活上面可以看得到的 现在几乎每一个人一部 所谓的智慧手机 smartphone 你人手一部 那你看 我们从单镜头到双镜头 以后还到四镜头 所以它镜头增加的数量会有多少 那你现在开车 开车所谓的那个 现在ADAS 就是所谓的智慧驾驶的需求量会越来越大 那你如果要智慧驾驶 甚至进步到无人驾驶 自驾车 那你就看它需要更多的镜头 然后你再可以看到AI 机器人所有的发展 它需要的当然就是 全部都是在镜头上面 就是以后连这些电脑 他们都需要眼睛 而且需要眼睛的地方越来越多 那所以再看到 当然光学这个部分就会 一路真的说起来一路好 所以为什么会有得镜头者 得天下这样的一个说法 其实是非常说明了说 现在这个产业在这方面 它的非常优越的一个地位 我觉得它未来的发展 应该是非常值得看好的 是 刚才我们所举例 包括智慧手机的双镜头 还有车用镜头以及机器人等等 那么现在的消费者 所使用所需求的如果能够充分掌握到的话 还有技术领先就能够拥有商机 当然要怎么收获 先那么在那么在几十年前的时候 那么台湾有这个日本 还有德国技术的深耕 我们一再的强化我们的技术 所以能够跟竞争对手拉开距离 我们今天非常高兴 请财政双周刊的总编辑梁宝华 来跟我们探究与关台湾光学产业的变迁 还有未来的市场前景 非常谢谢梁总编 您专业的解析 非常谢谢您 谢谢总编